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绝妙古典发烧友 邀请热爱古典音乐的袁培华弟兄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古典音乐的美好 嗨 培华哥你好 加美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入了维瓦第四季的第二季 夏天 虽然夏天还没有到 是的 上一集我们经过了那个 绿意盎然的春季了 是不是 我们那就要迎接这个炎热的夏季了 炎热的夏季 它还是以小提琴为主奏的乐器吗 还是一样 它就是一首小提琴协奏曲 尤其我们要说 特别要跟大家解释了 平常我们在激大调里面 就是比较偏向于表示力度的 的一个调性了 哇 所以古典音乐还真蛮讲究的 比方说你说的 G调就很适合 某一类型的音乐来呈现 如果说一首歌曲的话 G调常常 基于我过去的经验 它蛮适合于男生的歌了 男生 就会用的很多 比较阳刚吗 对 对对 它就会常常如此 那如果说这首曲子呢 它这边还是一个G小调的问题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要选择力度 表现的力度 哦 那为什么它会选择小调来呈现呢 这边就会比较阴暗 阴暗 也有一点点幽闷 夏天不是阳光普照吗 怎么会有阴暗面呢 你要想想看考虑叫做炎热的夏季啊 哦 会令人什么 然后这边呀 它描述的令人讨厌的夏季呢 呵呵呵 好 所以夏天也有讨人厌的地方 对对对 所以它第一乐章就是一个 并不是那么快的快版 是快版 但是又并不是那么快 因为炎热的夏季啊 会让人感觉有点点忧闷 而慵懒了 嗯 好久没有过夏天了 有点忘记夏天长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透过维瓦地 他的呈现 让我们想念一下 还没有来到的夏天 这满身流汗 让人好像连工作的热度都没有了 嗯 这会有一点问题 你说维瓦地春夏秋冬四季 夏季是协奏曲 什么叫做协奏曲啊 协奏曲表示说 其实有一个主题 但是这差不多是一个 二十支小的一琴 二十支啊 所以就是说合起来演奏的 哇 很浩大耶 对啊 对啊 但是小提琴的乐音很优美 是的 二十支呢 呈现出来的时候 那我们刚才又强调了这件事情了 因为这一个季节是夏季 嗯 它也是用 虽然是一个 我们说这是小提琴 弦乐 但是它非常非常表现的 更是一个力度的地方了 哦 好 第一乐章 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吗 夏季 维瓦地的作品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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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